歡迎大家來到有Feel人有Feelsy Hello 我是哈比 你和你揮手Cambler在拍攝的Ray 胡逆佩 Hello 各位好 我是你的嘉賓主持 Way Wu 胡逆佩 嘉賓主持 今天是 嘉賓是我們嗎 是呀 嘉賓就是今天來 我今天是訪問嘉賓 是呀 主持下一節先吧 真的嗎 是 第二個節目 你已經在做很多主持了 香港Feel 我都可以訪問你了 你也是一個主持來的 我要問問監製和台獎 我想要訪問一下 不用了 哈比說 我已經按了讚 不用問 搞錯 不用問他們的 你問我吧 麻煩 真是霸權 我是這樣 不好意思 我靠惡 靠靚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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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靚� 年曆人生裏面 你有多少經歷 多少遭遇的 不一樣的 你有兩句 有 還有很多 沒有之前 你已經回來香港了 你上一集已經完了 我想說說坐哪班機 下機 不用了 你已經完了你的旅程了 在外國讀書 流浪的旅程了 回來香港了 Esa 講了你 回港了 回流香港了 你回來 你知道有什麼機場嗎 回來 我當然是沒有人不知道的 難道是新機場嗎 是呀 啟德機場 你知道哪裏啊 啟德機場 九龍城 你去過沒有啊 小朋友 去過 很多東西吃的 你不是說不是啊 啟德機場 啟德機場 怎麼沒有去過啊 去過了嗎 當然啊 我想到時候叫阿樂 到時候我這個集可以給一點點啟德機場 阿樂是哪一位啊 做剪接啊 這裡有幾罐啊 不好意思 私樂啊 私樂啊 私樂仔 接著呢 做一張機場的照片出來給別人看看 嗯 又好啊 我問我這個要求啊 因為不是那麼多聽眾見過的 我們這個電台有很多年輕的人 是啊 好像你這樣的嘛 好像你這麼年輕的嘛 Yes Raya 你正式回來香港了 那你回來香港之後呢 是不是很快就進入你喜歡的 我讀什麼啊 電影啊 我讀什麼啊 我讀什麼啊 美學 顏色學 電影 回來做什麼啊 可以 那你當然回來做電影啦 娛樂圈啦 你畫作就做啊 不是的嗎 梳架 是啊 哈哈哈哈 當然不是啦 通常你讀那樣東西回來 就可以正式發展那樣的嘛 不是的喔 不好意思 電影這行業 好啦 問一個問題啊 蝦比 你有沒有看報紙啊 哦 有的 但是不是很多 你有沒有看過job market啊 那有啦 找工啊 你要找工啊 哦 我知道找工的 這份報紙 但是我沒有去過找工 不是啦 你蝦比人生就不需要找工啊 蝦比人不用找工啊 蝦比人不用找工啊 花花蝦比星就行了 不是啦 有電影出啊 蝦比人都 哈哈哈哈 喂 蝦比星 蝦比人 嗯 好啊 你請我看啊 OK 沒問題 看你自己同類應該不用錢啊 當然啦 帶你去蝦比星都行啦 很傻的 好啦 那怎麼樣呢 你回來看job market 難得 不是告訴你啊 我就是怎樣問你job market呢 我通常一般人看 找工作有什麼 你先說一下 看報紙啦 看報紙啦 是啦 人家介紹啦 是啦 藍牢公署啦 是啦 沒有啦 或者看街邊招紙都有的 是呀 那些工廠門口那些 是呀 那些的 我都有看過 嗯 很簡單 你有沒有見過報紙賣招聘導演 嗯 真的沒有什麼見過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你怎麼入行啊 是啊 那我回來真的傻傻傻傻 我來香港八年 我不認識人的 我之前又不在香港 我不是做這行啊 是啊 我又不是做電影的 我又不是做警察的 嗯 那我怎麼入行呢 回來有沒有朋友介紹呢 有沒有叫 八年不見哪有朋友啊 當你死了 衝生啊 你還沒死啊 還以為 不是 他們見到你 你回來啦 不是啊 你還沒死啊 是這樣的 是呀 那你回來香港 是從年新開始過了 我的朋友都不是 我的朋友都不是這行 都不是電影的 是啊 那你是從什麼方法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是啊 挺空虛的那時候 哦 很空虛的那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是在荷蘭做完的 是償了一點錢 得不多的 是啊 回來香港之後呢 我就做事啦 找事做一定要 就是好像你這樣 看報紙 嗯 看報紙打開 真的沒見過請導演 或者請PA 或者請其他人 沒有啊 是啊 關於電影圈那些都沒有 沒有啊 怎麼算啊 這麼害怕 OK 那我喜歡看電影 先看到一份的 你知道我做什麼 看了一份 我日本什麼都做過 其實我什麼都做得 是啊 我知道啊 你說回來我做了什麼 第一份工 嗯 關於日本的 難道 洗死屍 不是 都沒有啊 都沒有啊 都沒有這份工的 都沒有啊 都沒有啊 反應啦 你這麼厲害 沒有啊 我第一份工是日本餐廳 哦 在日本餐廳做 讀了幾年書 嗯 在日本餐廳做Waiter 然後 不是很快啊 我一個就升主任了 嗯 挺好的啊 晉升機會不錯 是啊 又有錢收 啊 因為我懂日文嘛 我還記得那間餐廳 在沙田 嗯 在沙田新城市中心 嗯 附近 嗯 在日本餐廳 是一間酒店裏面的一個附屬 F&B 是 一個部門 是 我就是走去見工 嗯 見工的時候很少 傻傻傻 我還沒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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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見工 走去好像日本那樣 走去 我看到你 我請示映 我這樣說 是啊 那個經理跟我講的 明天挺好人的 挺好人的 他說 你做過沒有 沒有 我別的地方做過 他說你做什麼 我日本做 啊 你認識日文嗎 我說我日本六年 啊 他說 好啊 明天上班 明天上班 然後 先給我一個財派的問題 那個名牌 你看這個名牌 先看這個名牌 好啊 我就讀完 所有的字都讀完 我們明天上班 好啊 然後幾千元 好像八千 差不多了 我忘記了 他說做Vita 我說好啊 我回到第二天 就上班了 然後就做一做 其實去幾多日本人 真的 去幾多日本人 我就取稅了 我做P.R. 做P.R. 聊天 各樣東西 然後我經理就看見我 不如這樣吧 因為廚房大佬 是香港人 你知道 餐廳 廚房大佬 真是很威風的 是啊 很大力的 很有權力的 是啊 跟我聊天 你做什麼 Vita 做主任 跟我經理說 我跟老闆聊一聊 因為始終是酒店 老闆也不錯 一個月後我真的做主任 一去到一萬幾萬元 那些人工也不錯 但我不喜歡做食物 我每天都在那裡吹水 因為日本客人多 因為經理不懂日文 懂少少 在香港讀的日文 就是不純正 廚房大佬 又是說不懂體字 因為他們做廚房 他在日本做廚的 但那些日本廚師 就是香港人 他不會讀書 不斷說 但是他不懂交際 那我只得我認識 那做P.R. 其實是兩份工作 有P.R.又是外面的主任 就是這樣做 我都不是喜歡做這個 最後就做了一刻沒有做 因為他調我去其他地方 他調我去另一個酒店 那我就去了做幾天 不舒服 因為那個很嚴格 那不是我自己的地頭 那幫人熟 他也不懂地頭 那是很嚴格 我又不是那麼喜歡 我就在那間餐廳 認識了一個日本人 是香港的日本人 那他做什麼呢 他是做漫畫的 他是遵循香港 那香港有些人看過 那你沒聽過 那你沒聽過 《城市獵人》 一些雜誌 是漫畫來的 那你聽過吧 不如你來做翻譯吧 那他就說 我翻譯漫畫 那他就說 也好 那他就想到有字 又不用上班 那你去漫畫只需要拿東西 當然是翻譯 現在沒有了你的工作 現在所有漫畫都是台灣翻譯的 以前不是的 以前各有各翻譯的 那我就 第二份工作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漫畫翻譯 漫畫 那《城市獵人》 《叮噹》 都蠻好拍的 但是一件事 就是我怎麼知道 我最 因為一段page算 過幾人錢 《叮噹》 我記得好像兩個人 過幾人錢的page 《城市獵人》 都是過幾人錢的page 那你也知道一本三百多page 其實翻譯很快 但誰知道 是給了一本叮噹的翻譯 你知道翻譯什麼嗎 叮噹就是漫畫 叮噹百寶袋 這本書是說 哇 幾多樣東西 物質也有 物質也有 那時候真是最辛苦的 然後做了一段日子做漫畫 也好看漫畫 我那時候日本也看漫畫 我覺得OK 漫畫挺開心的 我又可以看 第一時間先看 那第二件事 沒有了多久 我又沒有 我都不是做電影 你覺得我做什麼 第三份工 日本餐廳 漫畫翻譯 都是跟日文有關係 日文 教日文 都沒有 我幫人做翻譯 我去什麼呢 我幫一些船 我去了這個 貿易發展局 因為你懂日文 你可以掛牌的 因為我有翻譯牌的 因為你考過級士 還有你都在領事館 考了一個牌 就可以做翻譯 那我就 有些展覽 有些展覽 要寫翻譯 那我沒有了 我做過的翻譯 那些很厲害 那些全日幾千人 然後就每天 然後就做下做 我又做了另外一件事 就做船模的翻譯 我坐一輛船 去大陸 去大陸 因為他們買魚廟 日本船是來香港 來大陸買魚廟 去大陸 回日本養 養完之後 就會做壽司 是這樣的 養魚 其實很多壽司 都是這樣做的 我坐一輛船 我在煙台 大陸煙台 海南道 買魚廟 然後我就做這些 到處去 又做了這份 還沒有做電影 已經兩年了 連結了 我還沒有做電影 還沒有做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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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教了日文 然後我就去了 日本領事館教 我教初班 我教初班日文班 然後呢 在初班日文班 就轉機了 我就認識了一些 跟電影有關的人 都不是電影 是電視台 就是某大電視台 香港只有三大 只有三大電視台 當時 有一個人 他是要讀日文的 為什麼要讀 因為他有節目 他節目要翻譯 我來等於日本領事館讀 剛剛教我班 是一個學生 我跟他聊聊聊 他就說一說 不如進來做 我就去面試 他就有TVB 不是說了什麼 就入了這個電視台 演奏表 跟著怎麼樣 他叫我做 初初我讀什麼 你記得我讀什麼 你讀電影 美學 懂得演奏 Drama Drama 沒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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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做什麼 做一些 跟Drama無關的事情 就是做一些 遊戲節目 因為那時候 我在富士電視台 一本讀書 最後幾年 我在富士電視台做 我做了遊戲節目 跟我做翻譯 我做一些 跟大外有關的事情 他就看著我這個項目 就叫我做一些 遊戲節目 不要說什麼遊戲節目 我做了幾年 做了一年不夠 我就走了 我去另一個電視台 香港政府的電視台 開始有Drama 拍攝 接著在那裏 就認識一些導演 電影導演 開始 這樣才開始正式入電 其實 頭美三年 明白 就是電影圈之前 你是在電視台做的 是的 其實我是讀完書回來 頭美三年 我才入了電視台 總要是剪短之中 剪短之中 沒有直接 不是直接的 是的 還是這位學生知道 這份工作 關於電影或電視 才是介紹你 是的 所以其實 不是說 讀完就可以做 不是 現在不同 我現在在外面教書 我教電影 我都有 他以為讀完書就是導導演 是的 我們沒有的 這些年輕人讀完書 就會很想望回來香港 會做到讀書那樣的工作 現在很厲害 我教了那些小朋友 我教了他們 他們自己開公司 是的 不是打工的 是自己開了 我們以前沒有公司開的 他們現在很厲害 現在很厲害 很不同了 現在不同了 找不到他們開公司 現在簡單了 因為現在你用相機去拍攝 是的 我們年代不行 其實我也是年輕的 我也知道 不用說了 我們明白了 那你三年後 你正式入了娛樂圈 就是電視台 我也是做年輕人的 是的 那你其實做了什麼 進去 有很多工種 我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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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年 七年年 是的 前後七年 是的 接著回來香港 我回來做第一份 關於電影有關工作 是長記 知道什麼叫長記嗎 長記就是 什麼都要記 欠著本寶 什麼都要記低的 嗯 連到所有的審 都可以罵你那種 是沒有地位的 嗯 我相信現在 如果在網台上的聽眾 聽到 他們做了 他們知道 其實什麼都要記低 嗯 在那裡做戲 是沒有錢的 入行底是沒有錢的 只有一個發盒 是的 就是三餐包你 是 那你從早上跟圖電影 就是不關導演的 那我的制度是這樣的 因為你入行的 我不會一定要請你的 你先學一下東西 哦 你是先學一下東西的 我當然不是正式請你 當然 他覺得你的表演好 我才找你去幫忙做一個圖女仔 對 居馬費都沒有 哦 真的很欺負 那時候我住住屯門 是 我幫忙做一個電影公司 在觀塘 哦 我沒有工資的 我輸錢都要回去 我自己這樣做 都做 為什麼 為什麼做 這是機會 是啊 為什麼不做是辛苦的 由早到晚 做這行一向辛苦的 不辛苦沒有做 嗯 不是說讀完書 那麽多年去英國讀書 都是夢想來的 嗯 那有機會做電影 為什麼不做呢 嗯 又要嫌這樣嫌那樣 沒有玩 嗯 他沒有做 現在那些年輕人 就少了這件事 嗯 你好好就把握過不同的機會 你會被他流失 當然 因為要準備好自己 裝備好自己 機會呢 你就可以自己補足了 那時候很慘的嘛 沒什麽都說 你讀這麽多年哦 然後回來呢 說什麽都做過哦 是啊 做年輕人哦 那怎樣啊 那你那段時間呢 在電 黑虎啊 在電視台很苦的 我都知道 在那個年代呢 或者是個飯盒 然後你 你熬了多久 才慢慢進入那個電影圈呢 其實那時候就當我電影圈的了 不過是 那麽電影圈呢 幾年了 我都是做年輕人 做最小的做長機 嗯 其實我什麽都學 其實我什麽都學 我什麽要學呢 因爲我讀完電影回來 未必是認識到電影的東西 嗯 因爲一個學習的東西 和真正的書本上的東西 工作上是有些出入 是 因爲香港人靈活性比較強 是 譬如我在法國讀書 我都要跟電影的 嗯 他們的系統也不同的 嗯 香港的系統也不同 我跟他們有不同的 嗯 所以大家要學習 我什麽都做過 其實我做過長機 嗯 做過坐劑 是 就是找景 嗯 做過坐劑 做過策劃 嗯 做過長舞 其實我都做過 嗯 就是電影的所有的post 最低層的post 我都要做 嗯 第一 爲什麽有好處呢 學 是啊 學得很多東西 你學懂計數 你學懂整個原路的竅妙 你學懂在哪裏 嗯 其實你去找景 那個計劃是什麽呢 嗯 找一些location去拍 你怎麽可以令到你的location 和導演的要求match呢 嗯 你怎麽令到導演滿意呢 嗯 還有我做長舞 我怎麽可以處理整整場戲 一些這樣的工序呢 嗯 那做副導演 我怎麽可以滿足導演的要求呢 嗯 幫到他呢 其實很多東西學的 嗯 其實現在那些人出來說 我們導演 他們未經過你所有的階段 是啊 哇 以為我是導演啊 我好厲害啊 哈哈 所以一生導演有一個好問題 就是那些over budget 很厲害 嗯 他們不懂得擁護over budget 他們不懂得擁護 budget 嗯 他們不懂怎麽計數 嗯 你不是做這些行財是不懂的嘛 嗯 包括你根本不是 你不是做這樣的工作 你不懂得去計數 或者你不懂怎麽去處理 嗯 包括那些電影都有很多文職的 譬如你的計數 你的marketing是怎麽樣 你的宣傳是怎麽樣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嗯 就是做了一個崗位 我所有的崗位都做過 嗯 嗯 很不同的 在電視圈的生涯裏面 都可以令到你學習 將會進入電影圈 其實那些黑虎呢 你說所有地下心都可以學你呢 其實都是有經歷來的 那時候我們呢 令到你有堅強啊 我們以前是用菲林的嘛 是菲林機來的嘛 是 我們去裝那個viewfinder 就是那個另外裝攝影師 不是動物 整天裝一下 整天裝一下不知道裝什麽 我去裝 我去裝 你在這裏就去看你 那我們呢 就裝被人撞頭的 不行的嗎 不是 你看的嘛 是吧 有什麽資格看的 哦 真的 我們是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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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都是很刻苦的 你那段時間回到香港 那時候是這樣的 但是好啊 那段時間我覺得呢 令到你今天那麽堅強 和那麽成功呢 其實都是很好的一段年來的 成不成功就不知道 一定會啦 看看怎樣 一定會的 我只可以 只是一個小小小道路 哦 不要這樣說 那好啦 我想知道呢 那你進入了電影圈了 真是電影圈的生涯裏面 第一份工作呢 你是做些什麽呢 那是長記 都是長記 都是做你電視圈裏面 電視不是的 我也是做節目program 做一些遊戲節目 那些不是的 另外的東西 那你電影圈是做長記 長記開始 嗯 那長記裏面 你做了多久才可以做了副導演呢 我說做了幾年 都要幾年 都要幾年 因為很多細位要做的 因為幾年就做副導演 是啊 然後就 很多 然後做很久 其實說真的 我入這行都20年 嗯 我20年 我真真正正正做導演呢 我想是六年至七年的時間 嗯 即使我有整 十三年時間 都是做一些副導演啊 那我想我做副導演有五六年了 嗯 可以服侍的都不同的大導演 嗯 小導演啊 不出名的導演啊 都有 嗯 接著就 我想是你過程裏面是 你掙扎了十幾年才開始做自己的東西 嗯 不斷地做別人的東西 但是呢 在大導演身上呢 其實阿瑞你都學了很多東西的 阿胡導演 學到 其實應該你在裏面呢 可以拿到他們的知識啊 拿到他們的長處 對 給你日後呢 很有幫助 不是啊 我跟一些不出名都學到的 是嗎 他們都有 每個人都有一個 他的專長 嗯 不如你可以說給我們聽 不出名只不過是他的運氣問題 嗯 你跟那些大導演呢 其實你學了些什麼 那些大導演可不可以開名的 不要開名 不開名 不要緊要 但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拍過些什麼呢 跟那些大導演合作過呢 拍過些什麼 黃飛鴻系列 嗯 一講我就知道我年紀嘛 我就不可以講了 不要緊要 你講戲的名字都可以 黃飛鴻系列 哦 好好看的 很Hit的一排 還有一些 那我就做副導 嗯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你拍賣的了 就是我會拍賣的 因為你跟那個導演來呢 他有一些要相信你 也會做 嗯嗯嗯 有很多的 其實很難說 就是你 跟著就 展演之中就還有廣告 就是 到最後其實廣告 你現在是 你知道現在是 嗯 那當時就有電影轉廣告 嗯嗯 都在身上學到的就是 其實鏡頭運用 嗯 美感 嗯 還有靈活性 嗯 因為香港人拍戲有一個好處 很靈活性 嗯 怎麼靈活性法呢 隨時可以轉的東西 劇本啊 劇本啊 演員都可以隨時可以轉的 就是我學到這件事快 就是你要轉數越快 你懂得怎麼處理這件事 就是不要逗留問題之中 嗯 你一定要走出一個問題 嗯 解決了它 就是我習慣了這件事 嗯 就是我們的how 不是why 永遠都是的 是的 Rae的胡導演的 座右銘 座右銘 是的 how 為什麼不是右銘是座右銘 隨便啦 那胡導演 這個叫胡導演 那你在和一些大導演身上 學到你日後的發展 小導演都有幫助 其實導演沒有分大小的 其實我們比較差這些名詞 其實導演沒有 都沒有都不分 導演就是導演 他能夠坐在這個位置 叫你做導演的人 你能夠老闆說叫你給你做導演 他就是導演的 嗯 其實這個說話非常之好 我一次有一次在北京 我真的被一個女人 一個女的高級的官員 因為我和她合作做些事情 嗯 她說一句說話非常之好 她是真的罵我 不過我聽她說的時候我沒有生氣 我真的反省 我真的反省 是真的 因為我個人比較主觀 我覺得我的idea 就是你找得我來 做你導演的 我當然給你一些idea 就是我一定要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但是她 就是林肥同學 我真的覺得她是罵 但是記住她是幹部 非常之有力的幹部 是女人 她說了一句話 我當然馬上反省 醒一醒 她說 我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我說你是導演就是導演 我說你什麼都不是 你什麼都不是 那又是呀 她是給錢的 嗯 她是請你來的 嗯 接著是合不合 就是蝦比 我找你做主持 你是主要你是主持 你不是我余奧 我說你不是主持 你什麼都不是 是不是 是啊 真的 這個 你找我來的 是啊 實際上是 她找我來 她找我來 而且價值不非 而且價錢都高 找我去做事 去了之後 不過我的意見是很多 我意見未必合得到她 因為她都要學習 她的東西很舊 我給了很多新的眼睛 她真的咬很久 我其實是為她好的 但是咬到大家都下不了台 最後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 我立刻醒我 我覺得她不是罵我 嗯 那我相信是罵我 嗯 那我聽起來 又不是罵我 她說是對的 我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是不是 我說你是導演就是導演 我現在說你什麼都不是 你就什麼都不是 你可以馬上走 啊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 怎麼說得對 哈哈 就乖乖地坐回去 因為我說 我都被繼續給意見 哈哈 改變少許 其實這句話 我立刻醒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覺得是 就是等於我現在覺得 一件事 那些導演是騷擾的 所以我聽起來說什麼 大導演小導演 其實我自己壞 我不應該說幾句 應該說導演就是導演 因為當時的老闆叫你做導演的 一定的老闆相信你 嗯 那我如果是來服務你的 譬如我做製片也好 我做監製也好 或者我做任何東西也好 或者我做任何東西也好 我都是為了你去做 那我就沒有分離大與小 我只是協調你 完成你的任務 嗯 應該就是這樣 明白 現在我也是這樣 就是哈比你做導演的 我也是協調你的 不是 我做主持人的 不好意思 真的可以的 我做主持人的 我叫你做主持 你就做主持了 麻煩你阿Ray 對 沒錯 對 沒錯 對 對 就是你今天來到叫我做 我做嘉賓 真的嗎 你不要亂說話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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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嘉賓 都不可以不亂說話 講你的經歷而已 好了 你又要輔導了 為什麼會轉去做了正式的導演 這個是你務美以求的 是不是 這個是努力 嗯 做導演你不是什麼都沒有 你要自己有自己的故事 是啊 要銷售 其實都是導演的銷售師 就是很高技術的銷售師 我絕對沒有一個高技術的銷售師 嗯 廣告就是 因為廣告就比空間大 電影其實挺難處理的 我都拍過很多電影 有些我不改名 因為不說名 因為我真的不是那麼滿意 我知道你的汽車 汽車廣告很多 電影就是你 電影都有的 不過電影是國內的電影 嗯 國內的 因為我會配合市場 所以我都 我不可以說他 我不可以說他不是不好的電影 始終是我拍的 不過就是一些 不是自己想要的電影 嗯 對嗎 我實在說你想要和不想要 你是貨物放鬆 欸 行了 我是工廠的人 我做個貨物 剛才做得多不行的 嗯 做得多要把自己的水平拉低 嗯 那我就停了 我就變成去拍一些廣告 因為廣告裡面 就起碼一樣 就是別人要你的東西 嗯 真的很想要買你的想法 嗯 因為我拍廣告就是 你不好意思 你買我的想法就找我了 不找我就算了 嗯 你想可以控制到整件事呢 要這麼說 可以說是想要的東西 嗯 又不可以控制 因為我是聽你的想法 嗯 蝦比你想拍Hong Kong Freel的廣告 你想要什麼Point 嗯 我聽完你的Point 用你的Point去想 嗯 嗯 這些都是我的東西 都是你的東西 你的東西 我幫你包裝 我經常說 我導演什麼 扯導演廚房老來的 嗯 廚師 不是 廚師來的而已 我幫你煮好的蝦 蝦炒蛋 我的蝦炒好一點 蛋炒滑一點 你也懂得炒才行的 胡導演 當然要懂 你給我一個蝦炒蛋 我現在不懂 不好意思 你懂得吃 你厲害的 當然 胡導演 你覺得拍電影 和你拍廣告呢 有什麼分別 不同 很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預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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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法不同 當然 我都拍到電影手法的 現在可以和政府部門拍很多東西 我拍了短片 宣傳短片 都拍到好像電影那樣 跟這個包裝 包裝不同 還有空間 因為我不用顧太大陸市場 不用顧太大陸市場 這些想法可以想些不同的東西 如果要顧太大陸市場 就很複雜一點 因為國情有很多東西 真的不能說 不可以怎麼玩 因為國家就是國家 明白 同意 同意啊 胡導演 當然 胡導演 你覺得 譬如電影 現在叫胡導演 因為現在進入電影系列 我當然叫你胡導演 那你要監製給電影在空間 到處飛一下才可以 會的 會的 我們剪靚一點給你 好嗎 或者你加一些東西 用導演的角度去加一些東西 在節目裏面 好嗎 那斯樂仔搞的那些 你作是 但是你帶頭 我們聽你說的 那這裡要用六部 六部叫加樂仔 斯樂仔 斯樂仔在那裏 好 好 胡導演 好了 你又拍電影 去到拍廣告 你又喜歡拍廣告多些 那你在電影和廣告裏面 有哪一個廣告或電影 你到現在 你都覺得尖尖自喜的 是你的代表作 或者你覺得裏面 有些什麼很特別的元素 你現在還是覺得 嗯 很好的 沒有 每一次都不同的 每一次都環繞過去 怎麼鬼 我不是我已經盼望新的東西 OK 雖然女朋友都可以盼望新的 但是沒有 是 但是廣告我盼望新的 是 盼望新的也好 廣告也好 短片也好 電影也好 我不會回廣告去看的 過去了 就是說我給你看看 但你也有最喜歡的 譬如你有最喜歡的 沒有的 最喜歡的廣告 到現在為止 你都拍過一個 比較理想的廣告 你會覺得 嗯 都不錯的 沒有 過去了 就是說你自己期望力更加高一點 你完了 這件事我真的完了 因為我經常覺得 我不會再 因為我經常想回那件事 我就是將來的廣告 我再想的東西 就是空間不同了 嗯 我說很棒 你跟回這個 我不會 就是我會給客人看 這些就是我拍過廣告 我有這樣的風格 有這樣的風格 我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我會跟別人的要求 因為廣告呢 因為廣告商它是主導的 嗯 廣告商是主導的 嗯 其實它想有一些它需要的東西 但是只不過加我的創作 加我的手法 就是你喜歡吃 剛才簡單 蝦人炒蛋 我是喜歡吃蝦人炒蛋的 我想我的方法 我來蝦人炒蛋 我看怎麼炒 或者我怎樣 用什麼蝦 用什麼蛋 用農場蛋 還是用一些泰國蛋 我不知道 就是蝦的 我用龍蝦有不同的 蝦人炒蛋 我一定要蝦人可以用龍蝦炒蛋 可以嗎 可以的 嗯 就是我整個一件事 我萬變都可以 嗯嗯嗯 是吧 八變啊 胡導演 沒有的 我們這些很特別 我們這些小小小導演 嗯 譬如現在這些很多年輕人 都很嚮往做導演 是嗎 真的是的 你沒理由不知道 你接觸這麼多的年輕人 他們有很多夢想 都說 我要做導演 拿一部相機 拿一部手機都要導演 現在 什麼特別的 現在 以前的年代特別一點 是啊 但是不是 他們那一套做導演 不是真是 你現在做導演的境界 他以為 就像剛才你說 拿一部電話就是做導演 其實不是這回事 拿一部片就是導演 其實不是這回事 其實導演有一樣很重要 導演是不是 是啊 不如你告訴那些小朋友 那些年輕人 其實做導演是什麼回事 其實做導演 是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他不是將自己 因為做導演 導演 英文是什麼 director director 就是direct所有的方向 要將所有工作人員 演員 都要知道這個方向 因為他們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導演很清楚自己 知道自己出現什麼 我們拍戲 就不是 我不知道 我自己個人 我就會看 用剪接開始計數 我想這條片怎麼剪 我才拍什麼 不是拍完 拍完才回來剪 這是錯誤觀念來的 OM 剪倒正 重點 要剪再把它剪 剪輪 剪輪 我想要剪輪 整天的畫面是什麼 感覺是什麼 我去拍 他人就是需要拍 拍回Ч 全部都是剪到好 感覺都不適第二 一張 所以是direct 那個方向 所以自己沒有方向 別是導演 當自己那部電影還有任何方向 看的否則別 Beingina 因為我是看畫面的 電影很簡單 看畫面的 是不是 做人都是的 做人沒有方向都不行 做人沒有方向就死了 那就是了 不知道下哪條路才是屬於自己的嘛 不是 走錯了 不是 你真的謙虛了 真的 不用這麼humble的你 OK humble? 對呀 不用的 你做回自己的 這句笑話很精彩 是胡導演 這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這麼快嗎? 是啊 監製沒有騙時間 騙中的監製 很快啊 整個都 我整個都在聊天 快樂的時間 很快的歌 好 快樂的時間 這集又說你回來香港做一個電影人 那在下幾集再說回你 你想不想呢? 我怕觀眾聽眾悶 哦 那你講些話不悶就行了 我想化妝 即是要化妝來 扮別人 這樣就不覺得了 你教多些年輕人 怎麼做一個比較 不是比較 好像你這麼成功的導演 我比不成功啦 不要學我 什麼才是一個應該做導演 應該做的事 或者不應該做的事 不要讓他們走些冤枉 我先教了小學仔 哦 那就教我們的聽眾啦 不要這樣啦 你開班吧 你們香港會開班 嗯 會 想想去吧 想去吧 你開班我幫你教 還沒開班之前 教我的聽眾和觀眾 在聽你的節目 那些小朋友 年輕人 怎樣教他們 完成他們的夢想嘛 你經常叫我們 夢想變為理想 理想變為現實 哇 好記性哦 你記得嗎 我記得你說每一句的 哎呀 多謝你 我是身為一個專業的主持人來的嘛 你教我的嘛 哇 很厲害啊 要記得嘉賓說每一句話的 你教的嘛 管一 多謝你 好啦 那各位聽眾和觀眾 繼續黏著我們香港的感覺 有感覺人 有感覺事 胡逆佩還有很多做導演的經驗啊 經歷啊 可以教我們怎樣做一個好的導演 完成你的夢想 好不好 繼續黏著我們香港的感覺 多謝胡逆佩 胡導演 好 再見 多謝 下一集再見 拜拜